二妮是个身材火辣,长相美艳的精英律师 她事业上顺风顺水,最近生活也是有滋有味,桃花盛开 先男友大卫温柔多金,风趣幽默 虽然两人刚交往不久,但二妮已经有了和她携手一生的意思 为大卫清理掉了之前所有的备胎 准备这周末就把她带给父亲见一见 只是这天,大卫却因为家里的水管暴力,必须回家修理,临时爽约 二妮为此很不爽,一个人去见了父亲 父亲见她烦恼的样子立刻明白 女儿对这次的交往对象很用心 她却女儿不要纠结在这些小事上 打扮好看点,去大卫家给她一个惊喜 二妮听了父亲的话,甩去心中的犹豫,打车去了大卫家 只是满心都伤害人的二妮没想到大卫给了她一个更大的惊喜 给她开门的是个绘质蓝心的美人 二妮还惊讶,大卫的管家都这么初衷的吗 没想到对方的话却给了二妮当头一棒 眼前这个女人居然是大卫的妻子 二妮被她的话搞得有些懵 手足无措地摔倒在门口的灌木丛里 一向被男人们奉入女神的二妮 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被做了别人的小三 她漂亮的男眼眸中失去了王瑞的神采意义 颓废不堪地来到了公司 虽然二妮以往也是个风流多情的女人 但她有自己的原则,绝不会破坏别人家庭 大卫的事让她备受打击 消沉了一段时间后,二妮认为不应该让渣男继续伤害两个无辜的女人 于是被大卫欺骗的两个女人见了面 大卫的妻子名叫大美,是个全职主妇 为了家庭和更好的照顾大卫 她牺牲了自己的生活 换来的却是大卫的背叛 大美一时接受不了 二妮见眼前可怜脆弱的女子感同身受 两人一起去酒吧喝酒姐妹 二妮劝大美应该及时止损 出国一次后就会有无数次 她还可以帮大美制定一个计划离开渣男 但大美为这段婚姻牺牲太多 有些不舍,不是很想离婚 最后,二妮把喝醉的大美送回家 两个同病相怜的女人因渣男结识后 经常一起聊天谈心 一来二去居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二妮表示自己会和渣男断绝关系 大美也下定决心要和渣男离婚 只是大美许久没和外界接触 早已被家庭琐碎摸平了细性 大卫对她一番甜言蜜语的哄骗后 大美立即收起了离婚的想法 没有把蜘蛛的大美就这样 再一次被渣男轻松俘获 不过渣男就是渣男 满潭水都是她的鱼儿 二妮和大卫断绝关系后 她还有无数恋言对象 这晚大美偷听到 大卫约了一个女人去海边游玩 彻底伤透了她还存侥幸的心 本以为二妮离开大卫后 她就会收心回归家庭 没想到她还是滑心不改 遍地流情 起先大美以为 大卫是和二妮偶乱丝连 她生气地找到二妮当面理论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不是已经和大卫分手了吗 为什么还要做这种事 二妮被大美的一通话 弄得不知所云 气愤离场 两个女人牛头不对马嘴的争吵后 总算明白了一件事 大卫还勾搭了一个小四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 两人跟踪大卫 来到了她约会的海边 果然发现了 大卫正和另一名魔鬼身材 萝莉连蛋 各方面都堪称完美的女孩约会 这首先就让自认为完美的二妮受不了 她趁着大卫离开的间隙 冲向了那名女孩 三个同时被大卫戏弄的女人 第一次聚首 女孩名叫小娜 也是被自称单身的大卫欺骗 三观很正的小娜 很快也和大美二妮成为了好朋友 三个女人为了报复大卫的花心 组成了复仇者联盟 准备一起让大卫 为她的行动付出代价 不过在此期间 也不是没有好事发生 二妮和大美的弟弟大壮 干柴欲烈火 燃起了爱情的火花 三人放纵地玩了一碗后 第二天回家 就开始了他们的复仇计划 小美回家 每天都在大卫的饮料里 添雌性激素 让渣男从此提不起兴趣 胸部也有了二次发育 还用大卫的牙刷刷马桶 教训她那张花言巧语 骗人的嘴 甚至在她的洗发水里 倒了满满一瓶土毛糕 让大卫提前体会到了 中年秃领的快乐 二妮也不甘示弱 表面上假意原谅了大卫 暗地里约会时 在她的水里加了泄药 让喷涌不止的大卫 丢尽了神室脸面 最后不得不换了条 艳丽的大红裤子回家 大美见了大卫的酋样 大笑不止 小娜的抱负是在一家酒吧里 她叫来自己强壮的男性朋友 男扮女装 强行调戏大卫 让大卫当众出尽洋相 同仇敌开的三个女人 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 友情升温迅速 一起散步聊天 一起吐槽渣男 裹出了现代都市女人 潇洒干练的样子 而摇摆不定的大美 因为和大卫春宵一度后 又心软地想原谅大卫回归家庭 但身为精英律师的二妮 却查出了大卫 正在用大美的名义 偷偷转移公司的财产 一旦被发现 坐牢的就是大美 而大卫则独享渔翁之力 大美不相信大卫会这么无情 以为是二妮还对大卫有余情 编晃破坏他们夫妻的感情 把矛头对向了二妮 和二妮大吵了一架 复仇三姐妹暂时解体 这天早上 大卫又拿出了一堆复杂的文件 让大美签字 大美突然想起了二妮的话 联想大卫之前 一直让她签得看不懂的文件 起了疑心 难道二妮说的都是真的 她调查后发现 果然是二妮说的那样 大卫一直以她的名义 往一个国外的公司转账 知道自己错怪了好友 大美登门向二妮道歉 两人感情成归于好 大美现在要做的 就是亲自去大卫转账的银行 把那些大卫挪用的公款 转移回来 洗清自己的嫌疑 当她下飞机后 却发现了早已等候在机场的 二妮和小娜 感动不已 三姐妹又重新聚首 三人解决完大卫挪用的公款后 决定参加party庆祝一下 如今容光焕发的大美 被一个男人邀请跳舞 小娜也和二妮坦白 她已经和二妮单身 多情老爸置入爱河 第二天清晨 大美独自走到海边 把象征婚姻的结婚戒指 果断地扔下海里 这次 这个心软又迷糊的女子 终于鼓起勇气 争跳糟糕的婚姻 糟糕的丈夫 默默跟着大美的二妮和小娜 见此只是静静地坐在她身边 无言地鼓励她 蔚蓝宽广的大海前 三个女孩既渺小又强大 等待她们的是黎明前最温暖的朝阳 三人回国后 一起找到了大卫 四方会谈 揭发渣男可耻的行为 大美递上了离婚协议书 大卫起先还试图为自己狡辩 但在知道大美 至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偷偷转移了她们所有的财产后 暴怒不已 露出了最原本的禽兽面目 不得不说 这一幕真是大快人心 渣男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最后大美告别了过碗瓢盆 重回职场 生活春风得意 阿尼和大美的弟弟大壮 修成正果 肚子里孕育了一个新生命 小娜和阿尼的老爸 过上了幸福的二人世界 三姐妹之间除了有意外 各种关系交织 更加亲密 看完电影 表妹不得不说 真是很爽啊 电影里三个可爱又迷人的女主们 没有因为渣男 而上演一场互相撕扯的战争 反而互相鼓励 互相帮助 整股渣男 看着坏人受到惩罚 真是大快人心 电影也告诉我们 不要指望浪子回头 釜底抽薪 才是解救自己的最佳办法 只有让自己变得更加优秀 才有底气甩掉不堪的过去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对这部电影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在评论里面